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 早上起来总有那么一口糖 甚至有一些喉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糖 总感觉老是吐都吐不出来 特别是一些肺气肿慢肢慢煮肺的人群 喉咙总有特别多的糖 这个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您是这一类人一定要有一个认知 其实这个糖是诗俱成的糖 不管它是糖也好诗也好 它们都是同一类东西 那么这个糖是到底怎么来的 很多人认为这个糖是喉咙的问题 其实它是肺的问题 在中医里面认为肺是储糖之气 皮才是生糖之源 这个肺其实跟我们的皮有很大的关系 中医里所讲的皮除了消化我们的食物 也叫做润化水骨 除了这个功能 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润化水湿 如果我们的皮虚那么润化水湿的功能就会下降 这个时候体内的水湿就会积聚下来 水湿慢慢就积成了糖 所以喉咙总会有吐不完的糖 那我们要治疗这个糖的问题的话 要先去健皮去湿 把皮健运起来 这样它的润化水湿功能才会强健 水湿少了糖也就没有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把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煮水喝 能够起到一个健皮 又能够润气 还能够照尸化糖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准备15克左右的橙皮 橙皮又称橘皮 它是柑橘类水果的果皮 具有浓郁的香气和独特的口感 在中医的理论中 橙皮具有非常好的礼器 化糖 止咳等功效 被广泛用于治疗咳嗽 痰多等问题 此外 橙皮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它富含维生素C 柠檬酸 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益处 橙皮具有非常好的礼器化糖 能够缓解咳嗽 痰多等症状 同时还能够促进 支气管扩张 改善呼吸系统功能 还能够消食 化质 橙皮 富含挥发油 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 增强食欲 有助于消化吸收 同时 橙皮还能够抑制肠胃蠕动 缓解腹痛 腹泻等症状 接着再准备一小把的金银花 金银花它的用途广泛 功效 功效非常的多 金银花中含有多种抗菌成分 用来泡水喝 可以帮助抑制细菌以及病毒对人体侵害 能够防止细菌在人体内生长 具有一定的抗菌消炎作用 还能够防止口臭 金银花泡水喝能够有很好的起到降火的作用 能够防止口臭 另外金银花还能够帮助防止党固醇在肠道中生成 没有了脂肪和党固醇 血管就会更加通畅 不容易出现堵塞 血脂自然也就没有升高的机会了 血管弹性也变好了 金银花中含有一种叫做卤丁的成分 它可以有效地降低血压 对于高血压患者有很好的辅助降压的作用 还能够改善睡眠质量 因为金银花 它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安神炒药 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功能 缓解焦虑和失眠 金银花中的某些成分能够促进老类的氨基丁酸 释放从而产生镇静和安眠的作用 所以建议中老年朋友可以每天都用金银花来泡水喝 接下来准备20克左右的茯苓 茯苓它是一种寄生在松树根上的菌类植物 形状像干属一样 外皮是黑褐色的 里面是白色或粉色的 茯苓的功效是非常的广泛的 部分试剂都是可以服用 不管是寒、温、风、湿都能够挥发它独特的功效 茯苓具有非常好的沥水盛湿、健脾、合胃、养心、安神的作用 对于身体出现水肿、小便困难和稀少的人来说有很好的效果 还能够健脾、合胃 茯苓作为一种宗教材 对于保健效果好 对于脾胃虚寒、咳嗽、有糖 都可以用茯苓来煮水喝 还能够养心、安神 因为茯苓它具有一些安神营养功效 对于因为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其他原因出现的精神问题 也可以通过使用茯苓来缓解 另外茯苓还能够治疗感冒、咳嗽 对于感冒、咳嗽有一定的治愈效果 如果咳嗽老是咳不出 糖多 严重的时候还会手脚酸软 替发背痛 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可以喝一些茯苓水 接着我们用清水把茯苓、橙皮、金银花 表面的灰尘给它淘洗干净 接着再来准备10颗的枸杞 枸杞有非常好的滋阴补肾的效果 枸杞味肝、性贫、胃肝、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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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肝肾、 activity 苺吸氟软较、精神不振、阳胃、胃、肾、肾et、肾、肾 ulsive 日物昏花等症状 还有一个功效就是润肺止咳 若咳嗽有糖有阴肺造导致的 都可以去泡一些枸杞茶来进行缓解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我们不需要去皮 把生姜清洗干净 生姜在中医学中为生姜 生姜它也属于是一种中药材 胃心、性温、主要入体、肺筋、脾筋、胃筋 具有上寒去湿、化痰、结表、温中植藕的作用 它有很好的温化寒痰 比如说长期哮喘 如果痰多、咳嗽、颜色白 或者是痰中带有很多气泡 这属于寒痰 这样就可以去喝一些生姜水 可以温化寒痰、止咳、平喘 生姜不需要太多 一小块清洗干净 切成僵尸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再加入大约600毫升左右的清水 用花茶煎煮30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30分钟之后 把煮好的茶倒入杯子里 趁热饮用 里面的食材 我们可以重复煮上一到两遍 尽量在上午给它喝完 用橙皮、生姜搭配它们一起煮水喝 可以去除我们体内的痰湿 调和肠胃、滋气 能够健脾、益气、造化水湿 祈祷养肝、护肝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调理不易效果 平时糖多、气韵不畅 消化不好的人可以多煮来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